Hello 大家好 多謝大家又按進來看我的影片 2021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頻道的第一條影片就是化妝片 YouTube裡面有很多原化 但你問我由始至終 其實我最喜歡看的都是很簡單 很放鬆的一條化妝片 五個月前我就定了婚 從此之後我也常常去上網看一些關於新娘的東西 Justin Bieber和Hailey Bieber的結婚前造型 整個look都很新鮮 短的白色裙是很特別的 今天我們就會朝著這個方向進發 試一下recreate她這個造型 還有聊聊天 開開心心一齊版本 Depth No.1 化全妝我通常都會用primer Laura Mercier的Pure Canvas Primer Illuminating 它的質地是乳霜狀的 而且我喜歡它們的primer 全部都是寫明 Silicon Free 我知道Silicon這個成份真的很具爭議性 因為也有人說過 其實Silicon是不會失去毛孔的 這幾年我儘量避免用一些有矽膠成份的護膚品 在我身上我覺得有分別 沒有那麼容易起暗粒 還有皮膚是沒有那麼髒了 Anyway 這個primer除了令之後上的foundation會貼服一些 持久一些之外 立即是有一種很健康透出來的光澤感 說起結婚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我真的沒有這方面的experience 當兩個個體走在一起合併做一個家庭 背負著兩個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 也有很多東西要考慮 我想很多人都明白 因為婚姻真的不限於甜蜜的時刻 很多時候都牽涉到雙方的妥協、包容、磨合、改變 還要接派來一連串現實生活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我跟Tirise都有共識 不過我真心覺得 無論是甚麼年紀 很多女生對於婚禮都有幻想 未結婚或有計劃 我也很想知道你們的理想婚禮是怎樣的 Step 2 Foundation 好了來到底妝 這次選了Laura Mercier的 Flawless Lumiere Radiance Perfecting Cushion 英文名字太長了 轉光氣展 很感謝Laura Mercier他們寄了這產品給我和大家review 這個Cushion我也不是第一次用 所以也有些經驗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本身是一般喜歡用Cushion 通常他們的顏色都是很白 但這個是我化妝櫃裡唯一用的Cushion 首先說一下它的finish 它絕對是比較有光澤感的 它裡面是很extra的 加了鑽石粉末在裡面 它是比較容易折射到光線的 化妝品真的不能以偏概全 適合全部人用 這個product是亞洲exclusive 日韓台也拿過很多獎 遮瑕度方面大家也不用擔心 因為一層薄的其實面色已經好了很多 另外其實我這些位置是超多雀斑 沒辦法 以前小時候喜歡曬太陽 當然這個也有不少的SPF50 妝前的防曬其實做好了 再用它這個on top就麻毛一塞 加上防曬其實很難補 但當Cushion有防曬到數的時候 你在補妝的時候已經可以補防曬 很方便 現在我整面都用了 其實我真的最喜歡它的質感 剛剛好 不會太乾 也不會太黏 如果大家方便 可以去店舖試清楚質感就更加好了 至於持久力那方面 我覺得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它始終不是很黏身黏黏的 所以它也不會融到一層一層 而且最重要是它不會變色的 step 3遮瑕 這個大家應該是沒有見過的 因為我很幸運 率先跟大家review 所以這次大家在這條影片看到的資訊 應該是很早 其他人是未有得試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以前他們有個王牌產品 舊版其實是這樣的 這次這個筆狀是新進化出來的產品 一邊頭是調色遮瑕 另一邊是打亮的 兩年前我是跟過Laura Mercier去法國 所以我是更加了解這個brand的背景 Laura Mercier真是我最喜歡的化妝品牌 因為他們的概念和我喜歡的東西很相似 他們出產品簡單易用 而且他們不主張 什麼都麻木去遮瑕 你要明白每個人的皮膚 有斑、細紋、暗牙、紅印 這些全部都是正常的 正正是這樣 我們可以用化妝品 減淡一些大家都認為不是很漂亮的地方 化完妝反而是相似自己的樣子 而且很自然地漂亮了 我覺得他們這次改良絕對是正確的決定 因為你筆狀一定是最容易用的 放進化妝袋也方便 隨時拿出來補妝也可以 這個遮瑕膏總共出了12個顏色 所以一定是選到適合自己的顏色 我首先用色號2W 調色這邊遮瑕紫黑色的黑眼圈 它真的很滋潤 它不會乾 全面用都不會厚到卡粉 無論遮瑕眼圈、鼻紅印、面上的墨屎雀斑 薄薄的一層已經可以減淡到 另外這一邊打亮真是我的救星 首先你用它來打亮 一定是自然過 全部都是閃粉的highlighter 加上你用它來打亮眼圈粒陷的黑影 看上去馬上把滿了很多 還有髮令紋和嘴角暗沉的位置 整個樣子馬上把滿了很多 化妝真的在微細的位置做些手腳 順便我會用深色的4N 在面側做陰影 令整個臉更立體 說到婚禮 其實我自己不太主張一定要放酒 反而是通常家人會有大期望 最理想的婚禮 戶外的場地 當天很好天 大家在跳舞 喝酒 玩玩玩遊戲 聊聊天 完全是一個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小小派對 因為我經常聽別人說 你擺酒如果擺得不好 你的食物不好吃 配合物不好 MC說話不好笑 我已經幻想到了 一方面你是很感謝來賓抽空出席你的婚禮 他們來真的不是必然 還要封人情給你 如果你的婚禮搞得不好 有些人就會很批評 加很多意見入面 會很大壓力 而且我自己本身真的不太大儀式感 所以你問我 那些很早起床的摺身量 過大禮 一些儀式上的東西 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真的會睡到黃昭白 最好是不要撞到尼恩 爆倉 很水腫 簡簡單單就已經很開心了 好了 這個底妝完成了 我就會上碎粉 Moi Mousier的碎粉其實很出名 它可以帶走你面上的油光 修飾毛孔 最主要是令妝更加持久 到化眼妝 我就會用這盒我自己砌的眼影盤 另外這條片有什麼品牌寄給我 什麼是自購 我都會在下面打得清楚了 一說起新娘的東西 給我的感覺是很純潔 今天眼妝我想清淡一點 用淺肉色化了好像沒有化的顏色 在整個眼窩做一個陰影 我想跟大家分享 現在談婚論假 我身邊的朋友都會說起結婚的問題 原來真的有很多事情煩 過大禮 多少錢禮金 其實我想問一下有沒有市價 正常應該是要給多少 但我覺得我媽媽很好 她跟Tiresse說 我現在不是賣女 你不給禮金我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你親愛我的女 你想不想像到兩個家人 約來一起喝茶 雖然現在肺炎 沒得坐這麼多人 你打算給多少錢禮金給我呢 才顯得你有誠意去娶我的女 另外一方面又要想嫁妝 我真的想到頭暈了 我現在會用啡色去加深眉眼尾和眼線部分 最搞笑的是 其實我是一個什麼都喜歡Google的人 然後我聽完朋友說完 我也在網上找什麼層樓 要怎樣供 尤其是誰的名字 後來的決定權其實都在你自己手上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 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們今時結婚是怎樣的 我現在做了一個很自然的陰影 然後我找一些帶有珠光閃粉的眼影 做一個打量 其實放的位置都是很有技巧的 你要模仿它的光學折射出來的立體感 所以是這裡 這個窩位 眼珠凸出來這個位 還有臥殘位置做的打量 都可以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如果大家都接受到一些大顆一點的閃粉 都可以用一個細掃 集中在眼皮中間和臥殘 加幾顆 那就有些東西看了 Mascara 還有其實我和我另外一半的Style都很像 我們有一點是那些很Chill 算刀橋頭 自然直 其實我們定婚那一刻 都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的感覺很強 啊 you know 我要認定你終身 那 say yes 但其實我們不是很有具體的計劃 要想買樓 不是 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上一輩可能會留了很多東西給我們 家人都沒有什麼可以幫忙 其實都挺有壓力的 即使家人都沒有義務幫你 但是 you know you just gonna work with what you have 胭脂方面我今天就選了這個淡橙色 你看到其實它很淡 很自然 你可以慢慢的build up a coverage 給自己一點氣色 但是胭脂通常你化得太淡 上鏡就會沒有了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比較紅一點的顏色 加在面珠燈這個位置 真的一點就夠了 多了就不行了 當然不少的是highlighter 這個是highlight01 好喜歡 這裡可以加一點點 唇妝方面我喜歡保持我的自然唇色 加一個透明的lip gloss 就完成了 其實我沒有完全跟著 Hailey Bieber上裡面的妝 新娘妝 最重要是化妝適合自己的臉型 和配搭自己 OK 終於可以換衣服給大家看了 我已經感覺到大家期待了很久 都挺幸運 剛巧被我找到一條類似的 我現在就去換衣服給大家看 好怕不適合穿 玩完了 大家看到那張照片 它是摘起一半的頭髮 大家知道我發臉比較大 所以我就一模一樣了 在家找了一個白色的scrunchy 這件衣服穿得人家無法呼吸 如果大家在重要日子 穿這些露薄的衣服 都可以拿一些highlighter 這個很適合拍攝結婚 新娘妝的妝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一個完成的作品 我就是想有一種化妝好像沒有化 好像很簡單 很容易化 不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有很大分別 而且這個妝也是很上鏡的 化完美 過不化更多 就是這樣 這雙鞋要拿出來發揮 好美 這雙鞋 好像有阿伯的符蘇 符蘇 什麼阿伯的符蘇 好像你用耳朵雞一樣 好了 這個就是完成的造型 這條裙就是我找到最像Hailey Bieber那一條 當然便宜很多 這雙鞋真的要穿那條 然後我有一個山寨版的Justine Bieber 他也是穿Polo Shirt 藍色褲 還有我們沒有帆船鞋 所以穿一雙白波鞋 天氣很冷 我也是穿這件衣服 這條影片的分享又差不多了 我希望大家喜歡今天我化妝 如果大家看到最後 也很感謝大家 一個人對對方好 支持 友善和愛心 真的不是必然 而每一個人都需要這種能量 如果正在看影片的你 就快要結婚 我也很恭喜你們 很感謝大家今天看我的影片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了 Bye Bye